真千金七岁时 曾活剥了一条毒蛇的皮 塞进仇人的内衣 他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 自小牙自必爆 无人敢惹 而我只是爸爸捡回来的孤儿 为了有个依靠便抱紧了他的大腿 漫长的时光里 他踢人 我咬人 他挨打 我挨骂 他生气的时候 我就一直抱着他喊姐姐 后来他终于不再嫌我烦 笑得越来越温柔 开始收敛性格 做合格的继承人来保护我 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 就被一群霸凌者围住 轮了这个野种大小姐绝对会高兴 听说我跳楼的那天 在异国的他逼停了一架飞机 后来鲜血涂满了校园 众人才知道 这场针对霸凌者的图路才刚刚开始 器材式的灯光昏黄 锁上的大门隔绝了一切求救的声音 围首的校花 穿着最新款的CL红底高跟鞋 尖锐的鞋跟在我的鼻梁上滑来滑去 几乎戳进我的眼眶 身后的三个男生看着我狼狈的样子 嘻嘻哈哈 惠姐 抽她 教训这个野种竟然敢顶撞我惠姐 校花陈惠的脚用力碾了粘我的颧骨 一片剧痛 苏明月 三天没收拾 你的嘴就这么贱了呀 她蹲下来用手玩弄我的衣领 说你干扁你就瘦着 为什么要顶嘴呢 我抬起眼 你也不饱满 我说的是事实 陈惠反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本小姐这叫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突然泛起玩味的笑容 我的眼皮默然一跳 几个男生带着一脸下流的笑走上前 我死死捂住自己 可还是敌不过四个人的拳打脚踢 陈惠一脚踹在我的麻襟上 我的手一脱力 就听到布料撕裂的声音 我的身上漠然一凉 眼泪控制不住地落下 他们笑得更大声 相机的咔嚓声此起彼伏 三个人架住我 隐私一览无余 陈惠笑着录制视频 苏家的野种 我如果处置了 苏家继承人应该会很高兴的吧 身后的男生接茶 肯定的 苏家大小姐很快就要接手生意了 如果我们给她试个好 拔掉这根眼中钉 肉中刺 她一定会高兴 是谁家的亲生大小姐 会容得下一个野种在家里成为隐患呢 要不我们轮了这个野种 大小姐一定会高兴 陈惠笑得更为灿烂 我猛然抬起头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陈惠玩弄着手机 看你不爽还需要理由吗 野种 绝望中我的手机响起 是一串没有备注的号码 我突然猛烈挣扎起来 想拿过手机接通电话 可下一秒 陈惠抢过手机 尖细的鞋跟穿透屏幕 不可以 我心里想着不可以不接 如果超过三声都没有接 姐姐会发疯的呀 狂风暴雨彻底把我撕裂 陈惠兼笑着录下全过程 到时候把视频托人发给苏家臻千金 破天的富贵就到我们了 绝望和痛楚笼罩了我 可我听到这句话还是伸出了手 不要发给姐姐 可他们却会错了意 这野种也怕他姐姐呀 那正合我们意 急风骤雨更加猛烈 我几乎昏死过去 等到一个小时后 我走出器材式的门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衬衫被撕得粉碎 我身上已经没有一片完整的布 我却转头看着身旁破碎的手机 没有意义了 眼泪就这么滴在了屏幕上 顺着碎裂的玻璃渗下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去捡起它 碎片却扎进了指尖 鲜血滴落 我突然想到几年前 我被苏氏的死对头 秦家公子欺负的时候 姐姐苏君洛孤身一人闯进巷子 抄起一块玻璃 就扎进了秦家公子的肩膀 那时便是鲜血滴落 在碎玻璃上一样的鲜红 是姐姐手伤的血 而我抱着姐姐受伤的手 急得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掉 我抱着姐姐气不成声 姐姐 月月不干净了 姐姐温柔地为我擦鼻涕擦眼泪 月月是最干净的 姐姐的号码我从来不用存 她的号码后四位一直是我的生日 可是姐姐 月月这次是真的脏了 手机碎了 恢复不了了 我也脏了 洗不干净了 我阻止不了他们发视频 我的姐姐千万不要生气 不要杀他们 不要毁了自己的人生 好吗 站在天台上 我想如果有来生 我要做什么样的人呢 不需要有钱 不需要漂亮 只要能做 不让姐姐操心的累赘就可以了 姐姐 月月没法再面对你了 我闭上眼 从天台一跃而下 落地的几秒里 人生的短短十八年 走马般一晃而过 竟然有一大半是 有关我的姐姐苏君洛 她是苏家的真千金 却并不是从小众星捧月的长大 苏爸爸大气晚成 中年才发迹做成集团 在最辛苦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甚至流产了 家里变得有钱的时候 姐姐已经四五岁了 受环境影响 她的性格很暴力 家里的保姆阿姨 后来给我讲姐姐的事实 用的最多的词就是 牙字必报 我对他们的叹息表示不理解 牙字必报有什么不好吗 姐姐 没有什么不好的 姐姐七岁那年 两岁的我被爸爸捡回家 为我取名苏明月 妈妈说那时他们看到小小的我 就想到了 他们失去的第一个孩子 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姐姐在贵族学院上学时 被对家霸凌了 他们把高价买来的稀有毒蛇 塞进姐姐的书包 一个爆发户而已 也配合我们在一间教室 那个时候苏家在圈子里 还只能算爆发户 姐姐看着毒蛇 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姐姐具体是如何包皮 如何杀蛇的 多年来已经被传了不下百种版本 真实细节不得而知 只知道下午上课时 姐姐当着所有人的面 带着微笑 把蛇皮塞进了 霸凌者的儿童吊带 那个孩子应激过度 后来半个月高烧不退 没来上学了 所有人聊这件事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都是心有余悸 他们纷纷恐吓我 说让我小心点 姐姐哪天惹她不高兴了 这位真千金 就会像对那条蛇一样 包了我的皮 我急得哇哇大哭 因为潜意识里 我从不觉得姐姐会这么做 我只是养女 我只想要一个家 姐姐永远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 更是我的家人 她就应该很辣 无人敢惹 至于他们的建议 我换个方式采纳了 我从小抱紧姐姐的大腿 一起长大的 十多年里 她踢人我就跟着咬人 她骂人我就跟在后面插腰 一开始她对我都很冷淡 但我相信一句俗话 猎女怕蝉狼 那猎姐一定怕蝉妹了 我就一直缠着她 谁说惹了姐姐会遭殃的 姐姐从来都分得清 谁是仇人 谁是凡人 我只是凡人而已 很多次她做错了事 挨爸爸的处罚 我就挡在前面 抽抽答答地哭 然后一起挨了罚 但很长一段时间 姐姐依旧不喜欢搭理我 我以为姐姐永远不可能喜欢我了 直到我上小学 被人当众点出了假千金的身份 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 那天我衣服裤子湿答答地走回家 姐姐当场动了怒 我以为是对我 可她却亲手帮我换了衣服 用吹风机帮我吹干了头发 然后牵着我的手找到那个霸凌者 把她的头踩进了厕所里 做这些事的时候 姐姐在对我笑 她脚下踩着霸凌者的头 手上温柔地摸着我的头 月月不怕 我永远记得她天使般的笑容 有姐姐在 这个身份也同样给我带来了幸福 不是吗 再后来 姐姐的外在性格就越发收敛了 她变得温和有礼 端庄大方 所有人都以为她终于变成了 世人想要的千金小姐的样子 却只有我知道 姐姐只是不想在节外生枝 在掌权接手苏家的路上节外生枝 那次她打完秦家公子后 爸妈按着我去了秦家 去给秦家公子下跪磕头 取得秦家的原谅 从那天起 姐姐的目标就变成了 尽快彻底接管苏氏集团的权力 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她摸着我的头 等我成为合格的继承人 就可以永远保护月月不被人欺负了 原本姐姐再在国外进修一年 我们就能无忧无虑地一直在一起了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隔着再也跨不过去的深渊 身体坠地 我突然看到了大洋彼岸的姐姐 她握着手机 不停地拨打着我的电话 一刻没有停歇 我飘在上空 拼命地想靠近她姐姐 可我的姐姐再也听不见我说话了 姐姐执着地给我打了39个电话 正当她准备拨第40个时 一个同学急匆匆地拿着平板来找她 班长 你家里好像出事了 我努力伸出手 想捂住姐姐的眼睛 别看 不好看 姐姐 别看 可我如今只是一团虚无 透过我 姐姐看到了我跳楼的新闻 全身都被打了马 远远的只能看到一地血色 咔嚓 折叠平手机竟被姐姐生生地反向折断 她的表情突然出现了剧烈的扭曲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 这是谁做的假新闻 我现在就联系媒体去删除 向来做事紧紧有条的她 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 姐姐胡乱地在包里翻了又翻 最后掏出手提电脑架在腿上就打开来 她的私人手机里没有邮箱 打开电脑后工作邮箱自动上线 钉的一声 新邮件响起提示音 她的同学安慰她 你不要着急 与此同时 姐姐看到了新邮件的标题 送给苏氏继承人的诚意见面里 她颤抖着点开 三个男生撕扯我衣服的视频 赫然布满了整个屏幕 我再也遮挡不住姐姐的手钻上电脑的衣角 修长的指甲竟生生劈裂 眼泪和手上的鲜血融为一体 我说 姐姐 想哭就哭吧 可姐姐没有哭出声 在拿起电话时 姐姐的声音已经恢复平静 只是嗓音突然变得沙哑 查一下这个发见人的详细资料 以及整件事的当事人家族信息也不要放过 顿了顿 用最快的速度发给我 一分钟后 发邮件的男生的全部信息 就到了姐姐的手机里 秦辉家里是发迹于拆迁 用拆迁款买了一片偏远的土地 整个家族自己集资开发了一个楼盘 后来楼盘营销小报了一把 他家才勉强算有了上亿资产 一个亿就已经让人有了可以凌驾于 法律之上的错觉 而姐姐动了动手指 给秦辉的银行卡赚了五十万 备注是赏你的 我并不存在的眼皮跳了跳 按照姐姐的性格 只怕这笔就是秦辉的买命钱了 然后姐姐打了个电话 给附属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 因为不明原因紧急停飞 上面有秦辉家真正的继承人 秦辉那品学兼优的弟弟 大号废了 控制住重新培养的小号才最重要 与此同时 秦辉的父母不会知道 自己刚接下的这个五千万的大单子 将会是整个秦家的催命符 最后一步 姐姐给秦辉打了个电话 来币国 我可以帮你挤掉你弟弟 姐姐向来看人很准 一点点生活上的小资料 就能让他看透一个人心中所想 秦辉整天为非作歹 说白了是知道自己被父母放弃后 破罐子破摔了 所以他很快翘刻逃学来到了姐姐身边 以备拖来的方式 因为他一下飞机就等来了四个白刃壮汉 四个人的落腮胡子夹起来 比秦辉的头发还多 等他意识到不对劲时 姐姐的高跟鞋已经扎进了他嘴里 我这才发现很少穿高跟鞋的姐姐 穿了和陈辉那天一样的鞋 四个壮汉按住秦辉 而姐姐扭动脚踝 把秦辉的门牙一颗一颗地搅了下来 姐姐脸上带着的分明是笑 可即便是二百斤的壮汉看了一眼 都突然缩了缩脖子 仿佛整个人被冻住 秦辉从嘴里不甘不净 道口齿不太清晰地开始求饶 最后生生吐出了十多颗牙齿 姐姐终于停了下来 他问了秦辉一个问题 用这样的鞋和你这样的嘴 碰我妹妹是不是很好玩 这一刻我愣住了 秦辉也愣住了 他似乎终于意识到 原来我的存在并不是姐姐的肉中刺 我一直是姐姐心肩上的家人啊 他挣扎着说着含糊不清的话 血和眼泪鼻涕一起涌出来 姐姐垂下眼 用拍手绳打断了他 下一秒 壮汉们开始脱裤子 我害羞地遮住眼 跟着姐姐离开 反锁上地下仓库的防爆门 姐姐手上有仓库里的监控 我扭扭捏捏地用手捂着眼 从指缝里偷看 鲜血和排泄物落满一地 秦辉的腰应该是断掉了 我摇摇头觉得有些惨烈 可姐姐却盯着屏幕落了泪 她喃喃地自言自语 月月那时也是这样的处境吗 我突然就鼻子一酸 我飘到姐姐跟前 拼命地想给她擦眼泪 姐姐 月月已经不疼了 姐姐别哭 我扶在姐姐的肩头 陪了她八个小时里 监控里的叫声从高到低 最后只剩下一口出的气 等到姐姐重新打开门 秦辉已经是一滩花里胡哨的烂泥 看着她的样子 我心里突然涌出强烈的快感 我飘过去踩了她一脚 姐姐当着秦辉的面夹着烟说了两句话 家里有一个烂尾楼盘 就能这么作威作福了吗 那就把秦家清了 秦辉被关了三天里 滴水未尽 而这三天里 秦家先是楼盘被爆出豆腐渣工程 大量业主急剧在售楼处讨说法 秦辉他爸不知天高地厚 直接派了拿着电机棍的保安 一个老太太当场倒地 这件事迅速上了新闻 他们花了八位数也没能压下来 而压死他们的稻草是合作项目的爆雷 付完违约金 秦家毫无悬念地破产 此时姐姐把一段视频发到了秦辉的邮箱里 她亲自把电脑送到了秦辉面前 我送你的回礼 喜欢吗 视频里鼻青脸肿的秦家父母声泪俱下地说 只要放过小儿子 他们愿意付出一切 如果是大儿子呢 两个人甚至没有任何犹豫 那就让他去死 死罚你们定 在无人的深夜 秦辉赤裸着身体 跌跌撞撞地爬起来 穿过一条地下通道 走到江边大桥头朝下跳了下去 不过是五分钟后 姐姐点开下一个人的资料 此时一个陌生电话打来 合作吗 我可以让你见到苏明月 我从没想过死后的我 居然还有能和姐姐对话的机会 这个自称伦辰法师的高人 收了五百万现金后 用朱砂在一个密室里 画了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而当姐姐看着我的表情逐渐破碎 眼眶中聚满泪光时 我意识到她真的能看到我了 她小心翼翼地抱着我 明明我没有实体 却能感觉到她的动作轻柔如羽毛 仿佛下一秒我就会碎裂一般 我抬起头指尖浮在她的泪痕上 姐姐只需要一句姐姐 我们俩就溃不成军 姐姐向来保养得很好的头发 居然有几根犯了白 姐姐知道我五岁才不到二十五 我想让姐姐放弃了 忘了我 不复仇她还能有大好的人生 我说姐姐收手好不好 已经一个秦辉 陈辉一定已经害怕了 姐姐 月月不想看到你那样了 而姐姐却笑了 她抚摸着我的发丝 月月忘了吗 她的笑容那么柔和 说出的话却让我愣住 不是月月 姐姐原本就是个恶魔 原本是姐姐分明是为了我 才开始学着 做一个被世俗认可的人 没有了我 姐姐只是恢复了原本的自己而已 我扶在姐姐的肩头 没再说话 只是感受着时光的流逝 就像从前一般 之后我依然可以每天跟着姐姐 只是她又和之前一样 看不到听不到我了 我想其实这样也好 见到了最后一面 至少也许可以心安了 姐姐也仿佛恢复了正常 没日没夜的稿论文 提前完成了学业 回国之后 她在竞标会上 强势拿下了郊区商圈的一块地 迅速招商 用自己的表现 挣到了15%的股份 这件事最大的影响 却不在这些 姐姐用这场生意 拓展了很多新的人脉 在她的压制下 秦家的湮灭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轰动 只有陈慧和剩下的两个狗腿子 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其中一个有一天 突然不知道怎么了 居然主动在社交平台发了忏悔 她把四人组做过的事 拉了一张长长的单子 威胁过17个女生 把38个人按进过厕所 200多张裸照发布在社交平台 导致过十多人影响大考 逼死过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是陈慧亲手推下的高楼 这个帖子马上被冲上热搜 三个人都被退学回了家中等待调查 而这个发帖的男生张俊 直接被家里送进了精神病院 随后发布了声明 称自家心爱的公子有精神疾病 这样就能逃一大半惩罚 很高明的方法 如果不是姐姐也在同一个精神病院的话 姐姐去给自己开了个精神病的病例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姐姐动用手段 为自己的复仇做一个保障 可只有我知道 姐姐的确是有精神疾病的 小时候爸妈带她看过 结果是中度躁遇症 当时爸妈怕丢人 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我的死让姐姐就急复发了 而姐姐进入张俊所在的这家精神病院后 医院便宣布暂时封锁 不再招收新的病人 却也没再见过有病人走出来 我知道 新的游戏开始了 喘气声此起彼伏 医院的树林里 姐姐的声音悠悠响起 听说有一段时间 男孩子们喜欢玩一个游戏 较身后一个面容猥琐的男人 男人接话 阿鲁巴 对 就是这个游戏 姐姐的鞋尖抬起 张俊涂满鲜血的脸 你们男生都可喜欢了 怎么样 今天本小姐陪你玩 张俊鲜红色的脸上 突然布满了绝望 大小姐 求求你 求我 姐姐突然凑近了她 你玩弄我妹妹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有一天要求我 姐姐的眼睛一瞥 一群嘻嘻哈哈的精神病人 就抬起了张俊 分开了她的双腿 沉闷的撞击声不断响起 一声张俊的惨叫穿过树林 却再也没能穿出这所医院 碎裂的声音传来 树皮的颜色从身踪 变成晦气肮脏的暗红 而张俊的白色裤子上 鲜红的颜色 如同连衣一般 一圈圈扩散开来 宛如我跳楼的那个夜晚 无比期待 却再也没能看到的日出 一群人迅速清理了现场 随后抽着烟 嬉笑着对姐姐伸出手 大小姐结账 姐姐给了他们一人一张支票 转头准备离开 为首的那个 却突然伸出手拦住了姐姐的去路 他们没有看到 姐姐逐渐冷下去的神色 她吊锒铛叼着烟 我的大小姐 支票我们现在也没法兑现 有钱也没出花 享受当下 要不大小姐陪我们玩玩 我们很会伺候人的 下一秒 她伸出的手 以一种诡异的姿势被折断 今夜 男性的尖叫声格外热闹 我看到这群混混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帮忙的目的不纯 姐姐自然也是知道的 此刻她的左手终于从口袋中抽出 手上的金刚纸虎在手上反射出寒光 身后的混混骂了句脏话 冲上来之后迅速挨了一拳 姐姐的纸虎上有了些许的血迹 我开心地笑了 姐姐可是曾经以中学生的身份 在向子里全打小混混 脚踢流急生的 她那袋里的刀子更是喝过不少血 对付三四的这种半吊子 洒洒水而已 很快 混混们相互搀扶着 狼狈地离开 临走前 姐姐轻描淡写地擦拭着纸虎 敢有什么小动作 就在这里蹲个无期徒行吧 张俊确认身亡后 姐姐办理了出院 可一上车 一个猛面人从后备箱 伸出一块手帕 迷晕了姐姐 我急得大吼 飘过去拉车门 却眼睁睁地看着姐姐 被带到一栋豪宅的地下室 一个和陈慧有五分相似的年轻男人 坐在被捆绑的姐姐跟前 我瞬间就明白了 姐姐醒来时 这个叫陈聪的男人 在姐姐面前打了一通视频电话 打给苏氏集团的当家人 我和姐姐的父母熟悉的声音传来 此刻我听着却陌生地不像话 洛洛 这是陈氏的太子爷 是陈慧的哥哥 你和他结婚 两家联姻 然后生个孩子 不论男女 以后两家的财产 都会是你的孩子的 把我养大的两个人劝他 忘了你妹妹的死 以后大家就都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是没有隔夜的仇的 虽然我也不希望姐姐为了我身陷淋雨 可是听到养大自己的父母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我的生死时 我承认我还是有些绝望 我难得没有在空中吵闹 我定定地看着姐姐 月月应该怎么办才能放过自己呢 姐姐却突然笑了 她说 好 这样的话陈慧就是我一辈子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妹妹了吗 我看着姐姐的笑容突然打个寒颤 我听懂了 姐姐想牺牲自己的婚姻 让陈慧一辈子生不如死 陈家的人却更为老辣 通过地下室的监控 所有人都明白了姐姐的意图 陈家想出了一个更绝的法子 第二天 陈慧自首了 进去之前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给姐姐的 这样你还有办法报复我吗 我在监狱里很舒服的 我看到姐姐面无表情 长长的指甲深深插入自己的掌心 鲜血淋漓 而下一秒 原来可以这么做 陈慧 你真是聪明啊 接下来的三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 第一天 陈聪把姐姐的麻绳换成了脚铐 试图和姐姐玩一点刺激的play 可惜姐姐姐玩的从来都是见血的play 陈聪被淹了 血流满地 这件事没法报警 一来是男人所谓的尊严 二来 陈家不能让外人知道 两个孩子都出了事 否则对家乘虚而入 请客间就能让一个集团瓦解 第二天 一群黑衣人包围了我们家的住宅 我们的爸妈被请进了一所豪华的疗养院 再也不会出来 姐姐给他们留足了钱和尊严 只不过是没有自由而已 这怪不得姐姐 他们对自己的两个孩子 也并没有真的那么爱啊 第三天 三个男生里的最后一个 我甚至不知道名字 他死在了姐姐的刀下 姐姐自己录下了过程 一捅一鸣 一刀毙命 当晚 姐姐孤身一人进了派出所 我要自首 最后的一点点自由的时间 姐姐只做了一件事 她和伦臣法师签了一纸协议 具体内容我没能看到 法师身上画了阵法 但我知道代价是整个苏式集团的资产 我们都知道 这一次他坑了我们很多钱 可姐姐说 就冲着你曾经让我 见到了月月这一点 我便没有意义 伦臣法师收了财产 告诉姐姐 未来他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姐姐 对此姐姐只是笑了笑 我其实挺反对的 姐姐为集团付出了多少我都是知道的 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之后姐姐入狱了 精神病杀人无期徒刑 我急得四处乱飘 路过陈家时 看到监狱的预警 和家主热切地聊着 一只纯金的百剑 被放在牛奶箱子里闪闪发光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只怕是姐姐在里面要难过了 我气得晚上去挠他们的床 姐姐入狱的第一天就挨了两顿饿 看来这群犯人已经被沉会 或者是整个陈家收服 晚上姐姐在厕所边睡觉的时候 发现被子被泼了水 阴冷的黑夜里 三个人把好不容易睡着的姐姐拖起来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我气得咬牙切齿 姐姐打他们 先锤最矮那个的太阳穴 然后抱摔领头 他们就会害怕 以姐姐的经验和综合格斗技巧 饿了三天也能打两个 可姐姐却没有还一次手 她的嘴角全是鲜血 衣服被子被扔进厕所坑 她躺在冰冷的地上一动不动 我急疯了 飘到姐姐身边 哭着求她还手 可是姐姐却说了一句话 当初月月被欺负 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一句话 我再次溃不成军 好在姐姐没有一直一蹶不振 之前的受辱仿佛是一种折服 或者说积攒怒气直攒满 攒满哥了 姐姐就开始行动了 欺负姐姐的 主要是陈慧和她的两个手下 陈慧进来后 因为是杀人犯 本来就没人敢惹她 带着两个 撞腹在里面为非作歹 而姐姐进来后 陈慧污蔑她通奸 姐姐懒得解释 选中了其中一个狗腿子 作为目标 之后姐姐留长了指甲 半夜这个撞腹睡着的时候 姐姐就会爬起来 在她的床头磨指甲 姐姐以前从不做美甲 本就修长的手指 只留一点点圆润的指甲 她说这样有品味 又方便工作 当初接到我去世的消息时 姐姐的指甲碎裂劈开 一直没长好 暗棕色的夹 很让人心疼 现在剩下的几个长指甲 被姐姐打磨成了尖尖的形状 监狱里不能携带任何力气 所以这几枚指甲 就成了唯一的威胁 狱警真的没空管指甲头发 这些琐碎的事 犯了错的人 本来就不该有什么人权 有几次 这个狗腿子半夜醒来 看到的就是黑夜里姐姐 惨白的脸和锐利的指甲 她吓得抱了粗口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姐姐只是在装模作样 于是 这个贱人给了姐姐两耳光 姐姐瘦下了 第二天 姐姐直接在她的脖子上 划了一道浅浅的口子 这个贱人当时就吓得失禁了 如此以往 有了三四次之后 这个狗腿子终于崩溃了 她哭着问姐姐到底要干什么 姐姐苍白的嘴角勾了勾 不干什么 我有精神病 大家都知道的 你还不知道吧 我是杀了两个人进来的 于是 陈慧最能打的这个手下彻底捏了 平日里威风凛凛 但姐姐一靠近就哆嗦着说 别过来 不仅如此 姐姐也终于洗脱了通奸的罪名 没人敢再吃了雄心豹子感 针对姐姐 食堂里那些荤菜终于被各种人 送进姐姐的餐盘里 多好多吃好的 姐姐才不会这么瘦 那么就轮到陈慧了 从那些小的开始 姐姐不需要帮手 姐姐一个人一只脚 就可以把陈慧按进厕所的粪坑 按个三分钟喝两壶才够 然后是吃饭 一天一顿饭足以 毕竟她才是真正通奸的人 她勾引过多少被霸凌者的男朋友了 数不清了 该来的一样都不会少 然后是肉体上的疼痛 姐姐其实不喜欢扇耳光 实际伤害太小 学综合格斗的还是比较喜欢拳打脚踢 陈慧就是姐姐的沙袋 人生苦闷 姐姐发泄一下又怎么了呢 我十分赞成 姐姐并没有打在看不到的地方 打就打得光明正大一些 鼻青脸肿的陈慧出现的次数多了 所有人就都知道了她的处境 她得罪的人可不少 很快她仅有的那个手下反水之后 她白天被单打 夜里挨群殴 虽然是女性的监狱 但羞耻和羞辱还是在的 除了拍不了物料 别的她做过的事被一一还回来 她脱掉了别人的衣服 最终也被别人加倍地脱了回来 她于是拼命地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陈家的视力 她的求助信号发出后 又恢复了耀武扬威的嘴脸 一天的时间发现没有回音后 她急了 可姐姐却收到了一个包裹 陈家破产的宣告 报纸里还加着几张照片 陈慧看完直接晕了过去 很快 御医做出了初步判断 她精神失常了 但那又如何 没有人会因此放过她 就像她当初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受害者 姐姐用照片的边角滑拉着陈慧的脸 你看这样就公平了 对不对 陈慧复仇的游戏才刚刚进入高潮 破产 家族覆灭 精神不健康 陈慧又和姐姐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 但她依旧还不够姐姐塞牙缝的 当初姐姐的指甲可不是白膜的 没有了其他加持后 陈慧就只是姐姐案板上的鱼肉罢了 姐姐每天都会在这块烂肉上割一指甲 陈慧身上的每一寸都没有好皮肤了 她被戳瞎第一只眼的时候 姐姐被关了一周禁闭 这让她恢复了一阵子 那可让她舒服到了 所以姐姐改变了策略 那些开始结痂的伤口 被姐姐原样割开 扎得更深 陈慧很快就崩溃了 她先是破釜沉舟了一回 劳改时 她把姐姐的头发 加在了缝纫机里 她至今都不知道 姐姐到底是怎样的疯子 姐姐直接拔掉了那缕头发 眼睛都没眨一下 而陈慧就不一样了 姐姐一根一根地拔光她的头发的时候 她叫得可惨了 可是把头发谁能管呢 玉景说 水池旁边你们一天加起来 凸了两千根呢 还好陈慧的发量真的不多 一天一百一周就出家了 她和御医哭诉自己的头 每天都剧痛 求御医救救她的命 这话我还真信呢 不剧痛的话 姐姐的功夫不就白费了吗 那不可以这样 等陈慧变成光头的时候 她身上正好每一寸皮肤 都有了永久性的伤口 再能看得见的地方 可陈慧当初连我看不见的地方 都没有放过 姐姐又怎么可能放过她呢 这便是等待陈慧的最终结局 女间里有很多处于如狼似虎的年纪的人 多年没有男人享用 早就心理病态了 时间久了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女人也可以 姐姐喊来了 想要女人的每一个人 陈慧这种娇嫩的大小姐 谁不喜欢呢 浴室里调笑声此起彼伏 流进下水道的水 从脏污色变成粉色 喜遇时间结束后 一群人贴心地帮陈慧擦干 像对待安令容一样裹好 扛回了生活去继续 大家都很有生活素质 怕有声音影响了大家休息 他们堵上了陈慧的嘴 一夜过去 陈慧做了一件事 他戳瞎了自己的另一只眼 然后在禁闭室里撞了墙 鲜血涂在了阴暗狭小的墙面 那些曾经凌辱过我的人 终于都彻底从这个世上消失了 我看着那面墙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各种思绪最终混合在了一起 我想我从未原谅 我只是想让姐姐放过自己 明明一切尘埃落定 可我总是不安 就似乎一切才刚刚开始一般 姐姐并没有出狱 无论是外面还是她自己 都没有让她出去的迹象 唯一的一动是 姐姐一直在申请换工种 她似乎很不喜欢服装线 等我知道原因的时候 已经几乎来不及了 姐姐她弄到了一片玻璃 一片锋利的尖锐的玻璃 那一瞬间 我的思绪停止了 我看到姐姐把玻璃的尖尖 抵在自己的胸口 我虚无的身体穿过玻璃 下一秒 玻璃落地 我后怕地转过头 预警还保持着攻击的姿势 苏君落 有人探监 我眯起眼睛 这么久了 还会有谁来 竟然是伦臣法师 他没有和姐姐说话 只是给了姐姐一张纸条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姐姐的表情 喜悦 痛苦 慌乱 我没有看到戴着朱砂的纸条的内容 但我记得伦臣法师隔着虚空 看向我的那个笑容 之后 姐姐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唯一的区别是她会间歇性 打几个不顺眼的人 然后被关一阵子禁闭 就是被关在陈会死去的那间小黑屋 明明所有人都怕小黑屋 只有姐姐不怕 我知道为什么 我曾以为一生很长 却不想我和姐姐加起来 都不到百年的长度 虽然隔着生死 索性也算陪伴一生 我的姐姐来世 我们真正的相拥 永远不再分开 正文完 翻外 禁闭市里的天堂 所有人都说苏君落是真的神经病 在监狱里 所有人最害怕的并不是挨打挨饿被霸凌 最害怕的是因为犯错被关禁闭 俗称小黑屋 惩罚被预警单独关禁一个 比床大不了多少的密室 只有石墙 没有窗 靠着一丝缝隙才能分清白天和黑夜 没有娱乐 没有交流 无感在这个时候却格外敏感 小黑屋惩罚一般一次不会超过一周 出来后就算是最大恶极的犯人 也会精神失常 哆哆嗦嗦地乖巧两个月 而当初陈家给苏君落使绊子的时候 曾经违规延长到了二十天 他们以为这一次苏君落 极有可能在小黑屋里彻底崩溃 撞墙自杀 可苏君落出来以后却精神抖擞 双眸中有了不一样的身材 于是 陈慧他们反而变成了 吓破胆的那一方 更诡异的是 后来苏君落沉迷上了进小黑屋 就仿佛那是他的某种充电站一样 每一次他出来之后 就卯足了进 把他们一个不落地收拾一顿 甚至陈慧自己碰瓷苏君落 进过一次家常版的小黑屋 出来以后眼神涣散的 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没有人知道苏君落到底碰到了什么妖孽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哪里是妖孽 这分明是祥瑞 因为法师送给了他一件 举世无双的礼物 每到半夜二十三点到次日一点的两个小时里 无人看管 暗无天日的小黑屋里 他最重要的妹妹苏明月会显出灵体 一开始并不稳定 就像信号差一样 断断续续 还是后来陈慧建在墙上的鲜血 稳固了这种信号 这是他后半生的时光里唯一的精神支柱 就好像只有在这样没有一丝光线的地狱里 才出现了只属于他们的天堂 虽然条件苛刻 但至少在这一刻 他们终于能像那些 普通的亲姐妹一样 温柔的话家常 姐姐 今天看到你打成会了 姐姐的手都红了 没事的月月 她更惨 她的胳膊被我卸了三次 可是这样一直关禁闭真的没事吗 这样不好吗 姐姐就能多和月月讲些话了 好吧 月月也喜欢和姐姐讲话 姐姐 我看到一周的菜单了 明天的饭里有鸡腿挨 姐姐你跑快点 多抢两个鸡腿帮我吃一个 真的吗 好啊 那姐姐明天下工的时候早退一下 多吃一点 嘿嘿 反正打点过关系 这钱不能白花了 好 听月月的 姐姐晨会死了 姐姐没必要再待在这里了 不着急 等几年吧 姐姐 我们和法师定过协议 她是有义务把姐姐捞出来的 月月 姐姐杀了人 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 净化自己的罪孽 是为了法师说的轮回吗 可是姐姐 月月不想要轮回了 月月只想要姐姐能自由 可是姐姐想和月月一起活一次 一辈子 姐姐为什么不争取回国减刑 这样姐姐还要在这里很久很久的 月月不用担心 姐姐没事的 这里我待着很快乐 时不时还能拿他们消遣一下 可是那月月想出去吗 待在这里是不是觉得腻烦了 绝对没有 就是怕姐姐 那就好 有月月陪着姐姐在哪里都好 姐姐今天已经45岁了 祝你生日快乐 姐姐生日快乐 我们全都快乐 谢谢月月 有月月陪着姐姐 姐姐才会快乐 姐姐这几天咳嗽越来越严重 真的不要看医生吗 没关系的 姐姐的身体自己有数 月月 姐姐应该活不过今年了 我不听 月月 听姐姐说 咱们俩来世 没办法投胎做人了 但是法师说 会保我们 有下意识在一起的轮回 月月想做什么 真的吗 真的 除了人 月月想做什么 那不做动物了 动物大多数有痛绝 生活那么苦 月月不要姐姐再痛了 那姐姐做一棵深山老林里的大树怎么样 可以啊 那一定要在很深很深的林子里 就不会有人乱砍了 那月月想做大树吗 月月不要 月月做藤蔓 来世也还是缠着姐姐 好啊 那月月可千万缠紧了 免得一场雷电暴风雨就吹断了 嘿嘿 没事的 如果被雷劈中 我们就一起在山火里烧成灰烬 这不就是人类世界里的合葬吗 姐姐 是啊 那就是永远在一起了 全文完